淡水区公所在市民联合服务大楼 现在只要抬头一看 就可以看到许多可爱的装置艺术 局长表示 服务大楼一楼的大厅 有挑高十层楼的空间 当初的设计除了有大船的外观造型 里头更营造宏伟的气势 让民众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气氛 淡水区公所现在市民联合服务大楼 每天都会有许多人进出洽工 不过在一楼大厅 现在只要抬头一看 就可以看到许多可爱的艺术装置 局长表示服务大楼一楼大厅 有挑高十层楼的空间 当初设计除了有大船外观造型 里头更是营造宏伟的气势 因此在大厅空间更放上了主题艺术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 那这次的主题是我爱回想 那希望说 藉由这些轻松的这些艺术装置 让恰功的民众也感觉到 来到这座大楼非常轻松愉快 而且来恰功也非常顺利 我们希望说能够提供好的服务之外 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艺术的氛围 局长表示这一次装置艺术主题是 我爱飞翔以飞鸟为主要意象 还有猫咪等可爱造型 在云朵间穿梭自由飞翔的样子相当可爱 借由市民服务大楼这些挑高的空间 利用成为艺术创意发挥的地方 淡水行政大楼 这个建筑非常气势宏伟 那我们的大厅更是挑高的非常高 那我们淡水区公所 特别针对我们大厅的部分来做装置艺术 一年会有一到两次的一个更换 局长表示去公所大厅 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的装置艺术展览 就是希望将市民联合服务大楼的各角落 都营造非常温馨的气氛 让公所也可以是艺术展现的场所 让民众对公部门有不一样的感受 记者许多安一带去采访报道